在很多地方打新冠疫苗 12岁开始都已经可以打了 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件事有点争议性 因为小朋友感染新冠的话 那风险真的严重的case 就不是很大机会 但是大家不知道 其实Mondana也好 Pfizer也好 BioNTech疫苗也好 现在已经是在做 由6个月到12岁之间的研究 这些疫苗在世界各地都打了这么多 就算在小时候的小朋友身上 它的有效率我都不是很质疑 但是是否真的有需要呢 这件事今天就跟大家探讨一下 以英国来说 疫情开始到现在 死了的人 因为Covid死的人 就只有126,000人左右 死了的人当中 只有26个人是小过18岁的 那美国又怎么计呢 美国呢 疫情开始到现在 有60万人死了 那里面呢 大概有300多人 就是小过18岁 那其实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在美国的话 每年大概有2,000个年龄 在18岁以下的人 就死于交通意外 大概就有1,000人 就死于浸死 就是溺水 这个新冠疫情呢 对于年纪越小的人 小朋友呢 那个风险呢 其实就不是这么大 那当然呢 有很多人就会 就是拗 就是说 如果那些小孩不去打疫苗的话 那就是学童不去打疫苗的话 他们就是一个传染的温床 会传染给一些高危的人 老人家 那这样 那这个当然一定程度 都是事实来的 那但是呢 那个前提呢 就是说 那个社会里面呢 就要很多老人家 或者弱势社会 未打针 那但是现在 在美国的情况 似乎就不是这样 在美国呢 超过九成的老人呢 就已经是打了疫苗的了 那就是说 他们这群人呢 已经是受到保护了 所以呢 要那些小朋友啊 几小年都好 要去打了针 去保护那些弱势社群啊 保护那些老人家 这个说法呢 就不是很能够成立的 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呢 就随着年税增加 就每五年呢 就会增加一倍的了 那就是说 当年龄呢 每增长二十年的话呢 那个死亡率呢 就增加大概十六倍左右 每三十年呢 就是增加六十四倍 以一个五十岁的人来说呢 那如果他感染新冠肺炎的话 相比一个三十岁的人呢 他的死亡的机会呢 就增加了十六倍那么多 而以一个六十岁的人 相比一个三十岁的人来说呢 那他感染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呢 就增加了六十四倍 或者另一个角度去说 当一个是五到九岁的小孩 当他感染新冠肺炎的话 他面对死亡的风险呢 其实就不高的 那那个机会率 可能说 比如说类似流感啊 那风险差不多了 那其实可能更低一些 那但是同一个的新冠肺炎 如果感染一个八十五岁的人呢 那他死亡的风险呢 就等于他感染 比如碳醉菌啊 或者一些轻一点的伊波拉病毒 那样的风险差不多 就是总体来说呢 这个新冠肺炎呢 在越年幼的小朋友身上 青少年人身上呢 那风险呢 就不是说真的那么高的 那你见美国好像说 很积极地推动着 或者越小的人呢 都继续去打 那当然这个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那在美国呢 那就是药厂器 彩虹势大 它可以影响很多方面的事情 甚至政府的政策 那这个其中一部分 那这个是他的国情问题 那但是如果我们其他人的话 我们纯粹从那个医学 和那个需要去决定的话呢 就似乎呢 就越小年纪的人呢 就打针那个需要呢 就越没有那么迫切的 其实呢 就当一样病 如果感染了之后 如果那个后果越严重的话呢 就打疫苗的好处呢 就越大了 即使疫苗呢 真的有它的副作用都好 那如果那个病越危险的话呢 打疫苗的好处呢 就越大了 那如果就是 那样东西感染了之后 那风险真的不是太高的 那后果又不是那么严重 死亡率又不高的话呢 那那个疫苗的价值呢 相对呢 就没有那么重要 那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了 那儿童啊 青少年人打疫苗呢 那个关键呢 其实就在于这里 大家去决定 给不给小朋友 青少年人去打呢 就其实就在于这一点 好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订阅也是记住 按下个钟仔 那么你每次呢 都可以收到我们的新片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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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